上一课我们说了 大乘佛教思想最初兴起于印度南方的安拿罗地区 而这个时候在整个印度佛教占主流思想的是布派佛教 其实布派佛教各派并不抵触这是新诞生的大乘佛教思想 而且各派几乎经典中都有大乘思想的存在 包括布派中最保守的说一切有不 这不仅表现在他在经典中承认一部分大乘义理的因素 也表现在他具有大乘形的因素方面 就是说布派佛教各派不光承认这新诀起的大乘思想的理论 也承认其宗教实践 这是因为大乘佛教它是跟群众运动紧密相关的 说有不是最保守的布派 但是在他的经典中仍然称发菩提心既成为菩萨行者 这种说法绝非偶然 这说明在布派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法师 具有大乘意识 意识到佛教的传播要跟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 其中布派中大众系与分别说系 他们在思想和行为上与初期达成思想最为相近 尤其是大众系 这致使学界后来认为 大众部 布派中的大众部就是大乘佛教的先驱 佛教的修学者分为两类 我们说四众实际是七类 整个大分是两类 就是在家众与初家众 在家众就是普通的在家信众 初家众就是僧侣 而这两者在大乘佛教运动的兴起过程中 他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在原始佛教 即佛陀亲教时代和布派佛教时期 初家僧侣是佛教教团的核心 而在家群众是要依附于这个核心 依附于初家僧侣的 但是当大乘佛教崛起之后 这种角色就颠倒过来了 或者说恰恰相反 在布派佛教开展的中后期 是在家信众率先表达出了大乘佛教的思想观念 因为他们跟社会普遍联系 慈悲行 菩萨行 这都是生活中必须的一些观念 在家信众因此在佛教毅理的认识上 和弘法行动上迈出了第一步 并且也具有独立性 成为了大乘佛教思想弘扬的最重要力量 正是这些在家的信众 首先成立了独立的信众团体 去推动大乘信仰 以大乘信仰和菩萨行 菩萨行进行修行和弘法 从这个角度讲 大乘佛教其实是居是佛教为先导的 是以先有了佛教的实践 倒回来才指导了佛教理论的前进 而与大乘佛教这个群众运动 从群众中来的运动热潮相配的是 事实其实大乘的超级大师出现了 有群众运动历史就会呼唤群众的领袖 英雄造时事 时事造英雄 我们不能说是谁影响了谁 是领袖影响了运动 是运动影响了领袖 马明菩萨就是大乘佛教兴起时期 第一个重要的领袖 在布派大师中率先弘扬大乘思想 并且是大乘思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推动者的 就是这位马明菩萨 也正因如此 虽然他实际是布派佛教中人 但是后世大乘行者 一直视马明大师为菩萨行者 甚至认为他是大乘佛教运动 最重要的最早的代表人物 我们中国大乘的最重要的经典 大乘起信论 也是假托马明菩萨写的 马明菩萨他在两个方面 思想的两个方面体现出了大乘精神 第一个就是他改造了理论 第二他贴近了群众 什么叫改造了理论呢 就是他用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方式 在传统的小乘佛教的义理表述中 注入了大乘思想 比如他对五蕴 我们在佛教哲学里讲过五蕴 那是以小乘思想展开的五蕴 他以大乘的空说重新铲发了五蕴 这种方式就叫改造理论 比如说我们把共产主义改造成有中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第二就是以种种方便说应激说法 我们说过马明菩萨是一个极具文采的畅销小说作家 他的宣教方式非常的贴近群众 他创造了大量的故事 他是中国佛教故事 佛教鸡汤的最早的这个创始者 而与马明大师交相辉映的 就是号称第二佛陀的 他的徒弟龙树菩萨 其实是徒孙 龙树大师的地位 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 棋手 他作为大乘佛教的论师 高举起大乘思想的旗帜 批判了不派佛教的保守和狭隘 采扬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 并且奠定了大乘佛教 普化传播的一种稳固基础 所以站在学术立场上 我们准确界定一下 佛教是如何从小乘走向大乘的历史演变 他的结论是这样 大乘运动是不派佛教中 那些革新者 在家居士率先倡导和推动起来的 因此大乘佛教思想 他并没有独立的思想来源 他离不开不派佛教和原始佛教 或者说白一点 大乘佛教思想 就是小乘佛教思想的深化发展而来 这种立场实际是日本学界率先建立起来的 后来也得到中国学界的充分认可 近代佛学有三位不被承认的巨匠 其中有一位叫施音顺 施音顺大师也产发了这一套立场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大乘兴起的理论原因 历史背景 文化背景 生产力原因 这都是站在佛教界外面 理论界的总结 就是佛教界外面的历史学家也好 这个社会学家也好的总结 但是如果站在佛教界内部 那大师们怎么看大乘的兴起呢 他也分两类 一类就是以施音顺为代表的 继承了这一套我们的分析 施音顺大师认为 大乘运动兴起的核心 是因为弟子们对佛陀崇拜的 长期的持久的大规模发生 当释迦摩尼元祭以后 佛弟子们怀念追忆佛陀 通过佛舍利 佛塔 寺院等形式的崇拜 长期持续之后 这种感情和行为 就会反映到不派佛教的理论中去 就会产生希望佛陀永恒不灭的观念 因为在小成教派的时候 佛陀是入灭了 但这个时候因为太追忆佛陀了 就希望他永恒不灭 我们在追忆一个人的时候 这种感情是必然发生的 比如说我们希望毛主席万寿无疆 某某永远健康 但是佛教的大众部 在希望佛陀永恒不灭这个观点方面 他走得最远 他率先提出来 佛陀寿命是无量的 身心无漏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头 佛陀的本身故事 辟喻故事 因缘故事被大量的创造和传播出来 这认为是大乘佛教宣教 最后成功的最关键一环 就是他传播到群众中去 在群众中出现了十方菩萨 十方佛这个概念 引起了修习菩萨道的一种热忱 因此大乘法就开始流行 可以这么说 十方佛菩萨观念的建立与信仰 就是信仰的建立 以及菩萨道的提出与集成 宣告了大乘法的正式兴起 这就是我们说的 站在佛教界内部的大师的看法 这是佛教界内部的一位大师的看法 施因顺 但是这种看法 就激起了佛教界的强烈不满和持久反驳 这种反驳一直到今天 这是我们说 为什么因顺大师的历史地位是不被认可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这么分析下来 觉得这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但是佛教界内部要强烈不满呢 因为如果大乘运动的兴起 如理论所描述的这样 那么在佛教界内部会产生了一个重大的 根本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关系到 普遍大乘宗派的根基问题 或者说根基的合法性问题 第一按照这个理论的推导 表明大乘佛教经典并非佛陀亲说 就是今天跟你讲 《维摩节经》不是佛陀说的 《金刚经》不是佛陀说的 《瑜伽式地论》不是佛陀说的 那这个影响力就大了 大乘佛教的经典 如果不是佛陀亲说 根据这个理论说 那一定是大乘佛教信仰 早期信仰者编撰出来 并且集成出来 因此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大乘经典处于不同时期 就是种类那么多 在不同时期 不同的历史背景 不同的地理背景 比如有的在中亚 有的在新疆 有的在西北印 历史背景不同 地理背景不同 导致大乘佛教在印度出现的早期 它的经论也有种种不同 比如法华论 般若类 华言类 为什么就会有种种不同 虽然大乘佛教的经书 也是仿照阿含经的形式 以如是我闻开头 就是等于说 它要借诸佛 以诸菩萨之名展开内容 但是实际上 这是大乘信仰者早期 自己根据佛意展开的论说 简而言之 普遍的主张是 大乘佛教的经典 它非源自佛陀的亲说 而是佛陀意义 就是意思之表达 或者说大乘非佛说 这个结论就太可怕 即使大乘表达之意 却是佛意 但如果非佛亲说 你编佛说 这是什么罪过 站在学界的立场上看 佛教实际是东方哲学的武器总库 小乘佛教是佛陀的亲说 大乘佛教是佛意的表达 这都表达了佛陀要传达的意思和理念 这本来不是问题 站在学界看 这不是问题 因为大乘佛教经典的基本思想来源 是来自于阿含经的 是来自于小乘佛教的 它是经过了布派佛教的产发与深化 经过大乘信仰者 这种贴近群众 深化与展开 最终达到了大乘经的最终形态 可以这么说 大乘经信仰构成的信仰体系 就是小乘思想 哲学思想的深化 广化 泛化 集合化 理论上是小乘思想的提高 融合 当然 大乘经确实加入了大量的夸张的和神话的表达成分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大乘佛教这么做 它确实突破了当时布派佛教的狭隘和琐碎 并且 让佛教 从小乘佛教的哲学化 正式走向了大乘佛教的神学化 为佛教宗教化迈出了坚定的和关键的一步 但是 这种理论性的解释 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 大家听一听就可以了 也不要骂我 这不是我的理论解释 这是 这是我的转述表达 这种大逆不道的解释 就是大乘非佛说的解释 用中国话讲叫假传圣旨 这样大乘佛教就失去了其本威立场所宣称的 包括像什么所谓三十叛教也好 这些就都是你自己编的 其本位宣称的独自传承于佛陀的 这种如是我闻性 如是我闻性在佛教里叫什么呢 叫圣教量性 就是说 你实际不是佛陀一字一句说出来的 虽然你是佛陀意思的表达 但是佛陀原话是这样吗 也许差一个字就不对了 因此大乘经教就失去了其圣教量性 所以说这套大乘的来源说 长期以来 根本不受到佛教界内部98%以上的人的支持 只有2%的人认可 98%的人认为这是胡说 因此施音顺大师作为佛教界内部的大师 或者说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 长期受到非难 但是佛教界内部 如果你说大乘来源并非如此 你作为大乘本位主义者 那你就必须提出一套自己的大乘来源说 普遍的提法是说 阿汉经中提到过三乘说 继阿汉经说 声文读诀佛成这三乘 其中的佛成就是大乘 这就是大乘本位主义者提出来的 在阿汉经里头 佛陀已经亲说言教佛成 那就是有大乘 只不过没有传当时的经典 没有显传而已 但是学界是不依不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声文读诀佛成 这所谓三乘说 它最早来源于增一阿汉经 而增一阿汉经 作为阿汉经体系里头 它本身的来源并不太正 我们知道四阿汉 增一阿汉并不太正 为什么 因为增一阿汉经 传自于布派佛教中的大众部 我们在佛教史里头谈过 所谓大众部的分裂 是一大堆没有听过佛陀言教的下层僧侣 底层僧侣 因此 学者指出 所谓声文读诀佛成 这种划分 实际是大众部 底层僧侣自己思想的发挥 又假托佛陀名义 添入增一阿汉经 如果辩论走到这一刻的时候 辩论双方已经无法再辩论下去了 即使是理论也无法再辩论下去了 因为再辩论下去就要出人命了 再辩论下去就要出大事了 所以最终 学界与佛教界达成了一种 妥协型的解释方法 就是调和法 就是都有理 为什么呢 我们重新去找根据 从说一切有部的经典 说一切有部 皮奈耶中 找到了三成说 因为说有部是最保守的部派佛教 是上座部的 但根本说一切有部里头 也提到了三成 声闻独觉佛成 因此推测 在部派佛教时期 所谓三成说是普遍被承认的 因为说有部与大众部 他们是针锋相对的 说有部是以声闻道自居 捍卫自身的本位立场 因此如果大成或者说佛成 他不来自于佛陀的金口预言 那么上座部是不会承认的 但是上座部也承认 大众部也承认 一致承认 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这个阶段 不派佛教 不光是承认 非常有可能 或者说就确定的说 佛陀确实提到过三成说 因此 在佛陀最早传法时 提到大成 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这就是最后 我们对大成来源的一个结论性判断